赵露絲出道後 演出多部會計人口 戲劇作品 人氣也在近年來 迅速上升 然日前網路上流傳出一段 他一次遭到男性李鴻義 性騷擾的片段 只見畫面中 赵露絲坐在李鴻義身邊 同桌的還有劇組人員 被推測應該是五六年前 兩人拍攝青囊傳的時期 期間李鴻義一段 把手伸到赵露絲穿的吊帶褲裡 狂摸他的後背 而赵露絲也馬上拍掉了對方的手 並用指責的眼神示意他 片段曝光後 讓網友忍不住質疑李鴻義 是不是在call赵露絲的那一call 對此李鴻義本人 僅回應三個字好無聊 迎來網友怒批 太不尊重的人了吧 事實上赵露絲與李鴻義 過去合作時曾傳出緋聞 這次完整的爆料影片中 也有赵露絲拍打男方大腿的畫面 互動相當親密 讓不少人覺得 當時的緋聞搞不好是真的 本日文字幕提供 全是不可以的 字幕提供 劉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